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空调铝管 那个气汗的操作 低温铝汗也就是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铝亚无汗汗的空调铝管 很简单的 如果说呢 那个暂时是没有这个铝亚无汗机条件 或者说没有这个操作基础 我们可以拿气汗来操作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用这个W53低温铝汗式 和这个空调铝管这个管壁的一个漏点 或者是一个腐蚀性的一个裙孔 用W53汗的时候 关注过Volting汗接的知道 它是两面操作 第一面把汗式滑上去 滑上去以后 再用刷子把滑上去的汗层 沿着汗接的部位 给它刷拭一下 我们叫这个过程是打底 打完底以后 在打底的基础上 然后再滑第二面汗式 很累赘说起来 但实际上操作时 操作的时候是很连贯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操作 我们现在用的是Vod 双版的W53低温铝空调 这个上温速度快一些 我们也建议做现场 这个检修的时候 大家自己用双枪汗接 单枪可能加了起来速度慢一些 特别是这个管比较长的时候 你看这个管呢 我们选的这个样品管 是比较短的 长管的时候 用这个双枪就能体现出到这个优势 加了速度快一些 我看看 非常快 这个操作是一边浇了一边划汗式 这个操作是一边浇了一边划汗式 这个刷子给它融化以后 这个刷子给它刷一下 刷完以后 刷到基础上 然后再刷架的汗汗汗 这个操作已经完成了 我需要说明一点 这个打底非常重要 打底都不好的话 容易出现这个漏点 打底很关键 如果说你们不放心的话 你也可以 在这个W53汗的技术上 再拿那个179度的焊丝 就是我们179度的套装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加一下微信公众号 mio丁汉语拼全拼 再拿这个焊丝给它 再给它在上面焊一层 加固一下 如不幸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没有 这个是焊接后的效果 这个效果 它是在W53汗完的基础上 再用179度这个套装 再给它加固一下 这样焊完以后 就非常保险了 当然你要是第一遍 打底打得好的话 不用179度套装 也可以的 然后我们说完这个 再说一下 如果说这个管壁 磨损得特别厉害 出现很大的窟窿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式来焊的话 一个是很麻烦 第二个呢 打底不是太好打 因为你打底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管壁的洞特别大 它着服的这个点比较少 着服的这个面积比较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 孔洞比较大的部位 给它切掉 切掉以后再拿驴管来 拿一节驴管 给它套起来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呢 套起来以后 再焊接 有人说我直接对形吗 直接对的话 它这个剪切力差 枪上的剪切力都是比较差的 可以选一节这种空调管 这个外径大小的这种驴管 拿这种切管器 给它一切 这个大家不陌生 切完以后 可以再套起来 大家可以直接 自己买一节这样的管 随时都可以用 现在我们是切好套好的 我们就不切的过程 不说了 切完以后 这个操作需要强调一点 如果说你用气焊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 那个303的焊丝 微欧丁303的焊丝 大家说 大家会问 五三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五三焊接的时候 这一周啊 它打理非常麻烦 并且不好固定啊 大家看到没有 不好固定的 真正在现场检修的时候 是不像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工装的啊 所以说焊接的时候 我们直接拿那个303来焊 因为303它是流起的 它是流起的 但是有人说 我可以用亚胡吗 也可以啊 其实用亚胡也可以 但是那亚胡呢 亚胡说真心话 这个小管的话 焊一周的话 实际上角度不好的时候 也是有操作难度的啊 实际上最简单的还是气焊 就这种对接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303那个操作 这个正品的303的焊丝啊 它是1.6规格的 尤其只有一种规格 1.3乘450的 市面上夹了很多啊 然后焊的时候 焊接之前呢 你们套管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管呢 这个管呢 套这个间隙啊 越小越好 不要留太大间隙了 因为这个东西流动性比较好 太大了 这个焊量它会往里面流的 知道吗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壁的时候 如果说管这个孔稍微大一些 不适合有这种呢 它因为 你焊的时候 它就往里面流 留到管这里面去了 是吧 看不上了 就 有这个 但是它不管壁是非常好的 我补这个 这个管接头是很好的 我们也用出双腔来加热啊 可以先大面积的给它加热一下 温度已经很高了 温度高的时候 可以关掉一个枪 拿一把枪加热就行 这成员非常好的啊 看这边 它自己放好里面流啊 看没有 看到成型过程没有 好 这个焊接就完成了 我需要强调一点啊 大家在套这个管的时候啊 套这个管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管的间隙啊 非常非常小 紧配合才好了 就拔不出来 这种效果 如果说你直接对起来的话 这样对的话 这种对的话 它的剪切力啊 就剪切力 就是横向掰的这个力 它稍微差一些 并且焊的时候你不好固定 你比如说你焊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找两个人跟你帮忙 两头给它扶住 你这样扶住 这样焊 你必须得有个东西 给它固定啊 对不对 你在现场检修的时候 你拿管套住以后 相当于一个工装一样 你给它固定以后 它焊的时候不会晃动 焊的时候就好焊 好 这个操作就是这么简单啊 看过这个专题以后 大家对这个空调鱼管的一个焊接 应该来说 就是很清楚了 什么样的场合下 拿什么样的焊丝 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 如果说还不是特别清楚 你们可以加屏幕上方 这个VO钉 微信公众号 汉语拼音全评 VO钉 V钉的VO 做的O 甲乙比钉的钉 或者扫描这个微信公众号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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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